晚春到初秋是莱姆病的高发季节 在会活动时被皮虫叮咬 可能会患上莱姆病 美国CDC根据保险记录的最新估计表明 每年约有47万6千名美国人被诊断并接受治疗 莱姆病是由薄苏螺旋体细菌引起的细菌感染 通过受感染皮虫叮咬传播给人类 这些皮虫遍布美国大部分地区 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 从维基尼亚东北部到缅印州 中北部各州主要位于威斯康辛州和明德索达州 西海岸尤其是北加州 还有欧洲以及加拿大中南部和东南部也很常见 皮虫种类繁多 其中黑角皮也就是鹿皮 是莱姆病最常见的媒介之一 户外旅游 徒步行走和野营的朋友要更加注意 平时也要注意涌入出入的地方 皮虫通常存在于草丛灌木和树林等植被茂密的环境中 它们以吸血为主 在它们的幼虫和弱虫阶段通常附着于小型哺乳动物上 例如鼠类和疗类 成年后主要以大哺乳动物为食 包括鹿 因子得名为鹿皮 还有松鼠和其他野生动物 如果狗猫马等家序存在于皮虫出没的地区 这些皮虫也可以复造在它们身上 虽然人类不是皮虫的首选宿主 但它们在所有生命阶段都可以复造在人类身上存活 一些传染病学家认为 皮虫的弱虫期间可能给人类的传染带来更大的危险 因为弱虫期的皮虫更活跃 体积小 颜色与肤色相近 叮咬时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不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如果您进入皮虫的CCD 就有患莱姆病的风险 如果您不可避免的要进入这些区域 您要采取一些安全措施 比如说穿长袖长裤和布鲁纸鞋 将裤子塞进袜子或靴子里 在暴露的皮肤和衣服上使用 病闻胺或派卡瑞丁驱虫器 在户外活动后进行彻底的皮虫检查 包括检查整个身体 特别是腹骨沟 翼窝和头皮等温暖潮湿的部位 如果发现皮虫 应及时清除 正确的方法是使用细头镊子 尽可能靠近皮肤夹住皮虫 用稳定均匀的压力向上拉 以保证完整取出 放入厕所冲掉 有条件的话最好将皮虫放入外用酒精容器或密封的容器中 公民的医生或医务人员识别 清除皮虫后用酒精或肥皂和清水清洗皮肤被咬伤的区域和双手 莱姆病的早期可能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烧疲劳 头痛 肌肉痛 关节肿胀等等 你可能还会看到典型的牛眼样有走性红斑 但也有不出现典型的红斑的病例 莱姆病的首选治疗方法是抗菌素 但疗程一般需要比较长 大约两到四个星期 注意追医嘱用药 某些个体还会复发或持续出现症状 如果未经治疗 它会累积身体的奇观并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可能会导致心脏病例如心肌炎心律不齐 神经疼痛和麻木例如面瘫 还有关节炎以及认知障碍等等 所以及早的看医生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兰母病非常重要 以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以防并发症的发生